我还要说嗨 阿妹八年前 炸净两亿元在台北南港 买下豪宅当起肖敬腾邻居 但两年前才状况完成 潜入新居 去年肖敬腾娶了大大14岁的经纪人Summer 阿妹也正好是将近吗 读者爆料 阿妹目前居住的南港豪宅 原本是打算做成录音室 但最近有一重新装潢 希望成为他和小6岁调酒师男友Sam的心房 而阿妹会认定Sam是他的未来伴侣 除了男方很会甜言蜜语 重要的是与家人相处愉快 阿妹以悲男族女儿骄傲 每年都会带着好友前往台东参加丰年祭 展现他对家乡土地的热爱 当然更期盼男友可以全接受并融入他的大家族 而这点Sam做到了 这几年Sam常跟着阿妹回台东老家 有一次Sam还捕捉到他与猫咪玩耍的影片 这超甜蜜的男友视角让粉丝暴动 提起阿妹与Sam的感情 一开始Sam是Whiskey Gallery的红牌调酒师 成为阿妹男友后 Sam为阿妹研发燃烧吧!惠媚调酒室爱 阿妹还砸1500万 为Sam打造了专属的酒吧Alight 不知阿妹为Sam付出 Sam对阿妹也是浓情蜜意 例如带阿妹品尝美食 在家煮美食 家族就会更会烤美食 啊原来如此啊 面对放飞的阿妹还曾嘴甜 我就喜欢他胖胖的 身为厚的男人 几乎都陪着阿妹巡演 近期阿妹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主办演唱会 两天吸引16万粉丝朝圣 也是她出道以来办的第400及401场演唱会 开唱场次突破400场是华人女歌手第一名 在上海的炎热天气下 阿妹穿着厚重华服登场 一场3小时的演唱会 在舞台体感摄氏40度高温下场到汗湿全身 反台后 阿妹宣布在台北大剧弹 举办ASMRMAX 开斯克斯台北DOM的世界循环演唱会 成为进驻台北大剧弹首位 跨年党期的超级天后 更是华语乐坛2024年年度压轴盛事 对于阿妹被传出有意 重新装潢两亿元豪宅并嫁给Sam 他的经纪人陈振川表示 通学来风毫无根据无聊透顶 单言说 谢谢告知会转告本人 核心 小核心 嘉蘿 居